各位亲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爷 今天是2024年10月28日礼拜一 又是美好一天 人生只有三万多天 所以天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主题分享太空商机与危机 对各位投资观念有所帮助 记得看到最后 瑞银调查指出 九成富豪是靠怕足 我们不会投胎 但也要学会投资哦 天助自助 我们可以选择如何过生活 甚至改变未来的财富命运 适得许多富豪来自靠怕足 出生时他们就含着金汤匙 似乎已经赢在起跑点上 上次有观众表示 他是含着塑胶汤匙出生的 但这不代表我们无法翻转自己的命运哦 投资 特别是利用富力的力量 就像种下一颗种子 随着时间它能开花结果 甚至为我们和下一代带来丰收 富力的神奇之处在于 它让资产滚雪球般增长 初期看似微小的收益 随着时间推进会发挥惊人的威力 或许我们无法一夜致富 但透过持之以恒的投资 我们能逐步累积资产 实现财富自由 甚至改变后代的命运 还有更重要的是 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 不只是金钱的投入 更是智慧与知识的累积 我们不靠投胎 但靠着智慧与耐心 一样能翻转人生 股价终需回归基本面 这句话是投资世界的定律 但它背后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公式 基本面研究 也不只是查数据看报表 而是对企业故事的探索 就像探索一座金矿 找到的不是每个瞬间的金光闪闪 而是那生产集中的价值 透过了解公司财务健康 成长潜力和核心优势 才能让投资决策更加稳健 短期市场的波动 或许精彩 但唯有扎实的基本面 才能让人安心长期持有 因此提醒海豚鱼商学院观众朋友们 记得收看已经发布最新进华影片 股市赢家的秘密 如何用基本面挖掘优质成长股 这边没有名牌与买卖建议 单纯技巧经验分享 夫子之强素认 不得其门而入 不见忠妙之美 百官之父 美股讯息部分 大科技财报周期将来到 五大科技巨头将公布季度财报 他们全都是市值超过 一兆美元的大型公司哦 估计占标普派指数 总是只达25% 加上NVIDIA的话 这个比例甚至接近30%了 这些公司在上半年 因AI热潮股价飙升 虽然7月份历经一波抛售 但8月9月迅速回升 10月则相对平稳 NVIDIA10月股价以上涨16.6% 原因是推出其 Blackwell系列GPU 为AI扩展提供更多动力 市场波动的关键 可能还是AI是否能继续推动增长 由于乐观的第三季报告和直营 特斯拉股价上周大涨20几% 这部分有人猜测与马斯克支持川普 而川普选情日益名郎有关 因此整体美国经济面似乎未见乌云造顶 大家保持积极与耐心 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而未来出现问题 我们再处理就好了 接着观察美国三大指数的部分 我们可以发觉 近期资金似乎又流向科技股 因此道琼工业指数 已经连续几天获利回徒 自从前几周创下历史高点 43,300多点后 截至礼拜五获利回徒约千点 也初步跌破下方绿色月线 基本上都可视为正常的涨多获利回徒 也分享短线涨多不要随意追价 至于科技股纳斯达克部分 上礼拜五盘中纳指在创历史新高价 但可惜的是虎头蛇为流长上影线 所以本周走势相当关键哦 也因为进入重量财报及公布 本周将由财报接管后续涨跌 也在提醒我们投资人更重要的 并不是这些的数据 而是市场的反应 进而观察是否出现利多不涨或利空不跌 接着联动台股更深费半部分 情况依然未转明朗哦 先前陆续提醒 这一天实体黑K是艾斯摩尔公布不佳财报 但即便后续台积电发布犹豫益财报 也未能引领费半持续吞噬前波实体黑K 甚至礼拜五与纳指相同可惜流上影线 这也提醒我们多方此时未能有效突破上方 绿色空方重要的防守线 所以费半这几个月多空陷入苦战 介于上方绿色以及下方红色 匣服区间震荡整理 其实坦白说跑短线的要很小心哦 因为这两三个月来多空双方持续累积能量 目前就是等待哪一方吹起反攻号角 而吹起反攻号角契机可能是财报 也可能是即将来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当然像红野账的投资人早已布局多时 短期的波动实属正常也无法避免 但是长线角度来看 人类科技文明持续发展中 接着观察大家比较关心台股部分 早盘受到礼拜五美国科技股反弹影响下 早盘小开高后随即预空方阻力灌压 呈现开高走低 整体下跌加速大过上涨加速 不过也分享到另外一个观察重点 涨停加有6加哦 跌停加是0加 这也代表虽然今天再度获利回吐 但依然有多方控盘 代表着多方气势由在 K线土部分依然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多头格局 但如何近期无法持续向上攻坚呢 右边数来第二排倒数第二个 那我也正在看着旁边美女的帅哥 是否愿意跟我们分享 其中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的答对了前几天分享量能持续退潮 先前影片陆续提到 今年7月相对高点当时伴随较大的量能 当时平均超过5000亿元 而近期的成交量可能连4000亿都不到哦 而这部分体现出来的如刚影片提到 一来进入超级财报周 第二个将进入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 在此情况下多方追价显得谨慎与小心 这部分持续提到的是短线波动在所难免 不过长线角度 台湾相关产业 例如与AI相关科技 依然风生随即 至于占台股权重最大的电子指数部分 早盘台积电开高 难得一样是开高后震荡走低 使得电子走势再度出现个黑K棒 当然涨多休息无可后非 红也认为后续依然可期 至于占台股权重低的金融指数部分 一样是在量能萎缩情况下横盘震荡整理 今年来金融业获利情况依然呈现成长情形 至于散户较喜爱中小型贵买指数部分 近期再度遭外资法人追杀 即便如此还是努力守在中期均线之上哦 这部分我们还是给内资大户一个赞 这图表显示了某外资对个人最大持股的进出明细 我们可以注意到今年七八月大幅减麻 但股价也在基本面相对有称情况下 依然缓步走扬 红也依然对自己所投资的最大持股 深具信心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外资你早晚要回来买的 何必先前要乱卖呢 另外近期一个重灾区 就是相关美债ETF 关于美债近期陆续分享 其实不少人在连准会降息两码之前 想说连准会开启降息步伐 赶紧提前卡位美债 当然也在分享股市总市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大家都知道事情就算有利润可能也不多 而出乎这些债券买家意料之外的是 在连准会降息后 债券价格不涨反跌 其中原因众多 但主要是美国经济依然表现亮眼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与美国总统大选有关 随着这几个礼拜 川普选情逐渐明朗化 而市场普遍认为川普政策或在引发更多的通膨危机 例如去中化全球贸易战之类 这部分红也分享过 不要用投资股票的概念投资债券哦 因为债券本来就是作为资产配置对冲风险的一块 接着观察今天热门股部分 我们先看目前成交量最大的行与航空 上礼拜挂牌后迎来大涨 今天面临获利回徒 结果外资们是趁着大涨逢高获利了结哦 这也体现在陆续提醒投资人追价热门股时 留意短线涨多追价风险 接着洪家军洪准部分 近来缓步上涨 颇有挑战今年相对高点的气势 依然关键重点外资法人 其实也明显注意到 9月以来外资偏加码居多 即便这两天上涨 外资依然加码 外资法人买超力道依然没有缩手情况 如果个人持股出现这种外资法人积极加码的话 也会非常安心哦 接着是组装老大哥洪海部分 重新站回关键二桌军线之后 缓步上移 也再度逼近今年7月相对高点 当然近期的上涨 与AI持续发展 法人认错回步有关 这边洪也没有太多评论 因为该说的先前都说了 洪也怎么说的呢 外资你早晚回来买的 为什么先前要乱卖呢 接着廉价部分 上礼拜五试图站回最后一道年限反压 今天有点小跳高后 目前收个黑K棒 然后重点是今天有报大量哦 所以今天买盘或卖盘非常重要 如果是特定券商大户出拓的话 得留意小心 接着美容店部分 我们可以发觉 每一栏股票涨升的过程 或下跌的过程可能会展现出某些特性 例如先前频频出现涨多后 获利回图 因此聪明的投资人可能也不会在短线涨多时随意追价 另外一个观察重点是通常拉回靠近下方 红色二周均线也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接着看一下资金流动情况 成交比重最大电子约7×1 第二航运业约4% 第三电机机械约3% 今天再度以玻璃陶瓷塑胶建材营造 先前跌生的持续表现与反弹 反倒先前涨多的电机机械 电器电燃持续获利了结 至于台币汇率部分 近期并没有太大波动 依然维持着霞幅区间震荡整理 影片制作不易 还请各位老爷夫人播共点赞 让影片有机会给更多人看到哦 感谢再感谢 家的观察 整体大盘充满情况 外资依然忽买忽卖 投信近期买超力道有缩手情况 近年来台湾散户热中高息ETF 而非常幸运的 这些相关的高息ETF也搭上了AI列车 这两年相关的电脑及周边设备表现不错 不过随着股市来到相对高位阶 这些相关高息ETF可能丧失部分的资本利得 因此在配息方面可能逐渐缩水情况 而宏也认为这样的情况是相对正常的君子回归 因为经济运行的过程可能历经谷底扩张 封顶以及衰退 但长远来看还是得回归正常利润 而如果我们用会计角度来看 普遍企业获利应该是介于4到5%之间 当然这是正常情况可能汇利金 经济的波动高低起伏 还有这边仅为经验分享 非买卖建议 投资有风险 投资人请独立思考与盈亏自负 接着融资部分也是一大隐忧 持续增加目前来到了3,270亿元左右 这样的情况就是要小心个股 如果融资予也过高 容易发生多杀多情况 这次观察上礼拜外资买了什么 以及卖了什么 主要加码偏航空股 华航买了6万多张 长龙航买了5.6万张 第三,伟创约5万张 第四,星光金 第五,鸿海 鸿海再度回补了4万张 是不是也如红野先前分享 外资你迟早要回来买的 何必先前要乱卖呢 至于解码部分 卖最多的是中信优席 投资集债 卖了24万张 第二,群艺头等债 第三,连电 第四,凯基金 第五,台信金 所以看出来外资上礼拜 减码最多的是债券ETF 然后其他也偏减码部分的金融股居多 因此外资资金似乎又回流相关的AI族群 接着观察选择权最大为平仓量 发掘上方可能压力及下方可能支撑 10月份资金重回AI族群后 迎来小波反弹 但近期有涨势暂歇的味道 上方中家也布下较多的防御公式 虽然如此 多方也在AI阵营逐步走强情况下 增加了多方进场意愿 曾如影片前段提到 将进入美股财报周 也容易受到这些相关财报影响出现大涨或大跌 甚至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来临 因此操作杠杆较大的金融商品 例如期货与选择权 务必做好风险控管 所谓的风险控管就是做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安排 接着观察这比美股影响台股重要性更高的先行指标 我们依然发觉外资们心态偏消 给予保守看待台股前五大只有6000多口 前十大只有9000多口 但选择权多单些为增加来到5000多万元 当然这边新观重要能区分的是 期货是口述 选择权部位是金额 所以两边也不能互相折抵与冲销 另外韭菜指数获利了结 但依然持有17.34%的金多单 因为市场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因此外资空单偏避险适之 接着我们迅速看过美国主要全职股 我们先看微软部分 可惜依然未有效的占回关键的澳洲均线流上一线 这样情况大致会出现后续分享这些相关的美国科技股哦 一来是遇到前波较大套牢区 二来市场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例如刚提到的美国企业财报即将公布 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等因素 使得多方在追价上显示出谨慎与小心 苹果正努力守住下方月线 而关键是这一两天即将发布最新的苹果AI哦 到时候市场的反应也将决定向上突破 或者是向下贯杀 Google依然介于瑕浦区间震荡整理 Meta跌破月线先入多头相形整理格局 特斯拉试图挑战前波高点 回答也是创高后陷入横盘震荡整理 所以从以上美国主要全职股能看出 大致面临前波较大套牢区 短线承压 如果后续出现面临较大修正 关注下方中期军线是否有效发挥防守力道 接着分享乱了套的投资规律 在今年市场上传统的资产关联性再次出现混乱 就像到了百慕达三角洲 连专业人士也感到困惑 怎么说呢 过去股票和债券通常呈现负相关性 左边债券代表是向公司或政府提供的贷款 而右边股票代表的是企业所有权 当股票下跌时 投资人通常转向债券以避嫌 但自从2022年通膨攀升后 这样的平衡逐渐失效 当时不仅股票和债券同时下跌 作为避嫌资产的黄金 以及美元的关系也变得异常 今年股市和黄金同步上涨的情况 打破了历史规律 让投资人只以黄金作为避嫌工具的角色 历史上少有标普白指数与金价 同时达到25%以上的涨幅 美元和黄金的正相关性更显怪异 正常的情况美元走强会压低金价 因为强势美元降低黄金的吸引力 但今年却看到黄金和金价同时走高 这种现象主要反映市场 对高通膨和地缘政治风险的长期担忧 而另外一方面 红也认为主要原因还有一个 就是这十几年来 美国联准会过去十几年来 在市场上大量QE的严重后果 也就是市场游资太多 而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和全球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加上各国央行也加大对黄金的需求 推动其价格进一步上升 在四方面的异常也很明显 公用事业正在从人工智慧热潮中受益 而临准会的降息则帮助提振支付高股息的股票 因此总结选举年通膨压力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共同推动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让投资人难以依赖过去正常关联性做出决策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红也的看法是 面对市场波动与无法预测的变化 真正的智慧依然是坚守我们的初衷 持续投资优质公司的好股票 大家请记住的是 经济数据的联动或脱钩 就像孙悟空一样 一个金斗能行十万八千里 市场总是变幻莫测 搞得我们投资人涨跌接近 不知如何是好 那么有解方吗 不管孙悟空如何七十二变 真正有价值且持续获利的公司 就像佛祖的五子山 孙悟空终究逃不过 因此我们关注的投资 并不是追逐瞬间的波峰 而是选择那些能够不断创造价值的企业 并与其成长 当我们专注于这些稳健 具创新能力的公司时 就是为自己铺设长远的财富之路 因此无论市场如何变换 我们也较能平稳前行 接着主题分享太空商机与危机 关于太空商机 今年10月17影片曾提到 不少国家与商业机构 持续发射更多商用卫星 此外太空真的只是探索边疆吗 还是未来的军事战场呢 这个问题不久后可能成为讨论的热点 红野不是军事专家 但能预料到真正大战的时候 开战的双方通常会先处理掉 对方的眼睛 也就是卫星 太空领域的专家 Avan Ellis指出 随着各国加大军备投入 太空正从科幻领域转向军事领域 有人说武器不需要放置于太空 只要在地球上就可以威胁太空中的资产 事实上如中国和俄罗斯 已经开发反卫星武器系统 包括动能杀伤装置和电子战系统 旨在禁止或摧毁美国卫星 不过Aless也表示 从地面瞄准太空还行 从太空瞄准地面恐怕难度不小 话说回来了 这些技术已经对美国国防产生压力 毕竟随着各国发展反卫星能力 这场新领域竞赛 已经不再是科幻情节 根据太空基金会资料 2023年全球太空活动支出 总额达到5700亿美元 比前一年增长了7.4% 这图表则显示 亚太地区太空科技 SpaceTech市场的增长趋势 根据Grand View Research的资料 这个市场从2023年到2030年的 年复合成长率CAGR 达9.4% 未来10年内 市场总额预计从2020年的 约847亿美元 增长到2030年的更高水准 当然这边仅为资料分享 非任何买卖分析建议 随着太空军事化的发展 投资机会持续增加 各国增加太空防御支出 卫星科技 通讯 电池技术等相关领域将大幅受益 像是从事微型卫星研发 电子站防护技术的公司 可能会成为国防合约的首选 商业太空科技的需求增长 也意味着更多资金流向发射技术 太空资源开发和太空基础设施 长远来看太空军事化不仅影响安全 也为部分科技公司们创造了更多的新机会 当然以上一样是范例说明 红也想表达的是 科技不断地在改变这个世界 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定义未来 在这股浪潮中领先一步 并非仅是早一点赚钱 而是抓住时代的脉搏 把握创造改变的契机 那些勇于探索未知 关注最新科技发展的人 往往能发现未来的领导者 甚至变成改变游戏规则的一员 站在成长的尖端 不仅是对投资 更是对未来的承诺 所以大家记得跟紧更好 别掉队了 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红爷勉励各位 财富永远属于积极乐观与耐心的 红粉之急 祝操作顺利